大門 大門打開 主持人進來 大批員警包圍透天豪宅 警方鶴槍實彈向屋內嫌犯喊話 一個呢 一個先來開門 來 一個來 一個來 我手都開頭腰手不要討債 我快點 你來 主持人帶頭走出大門 一票小弟跟在後面 高舉雙手投降 加當氣焰全都沒了 那個大批員警 刑犯全部乖乖蹲下 不敢動彈 帶頭的22歲黃姓嫌犯 還是宜蘭地方上 想有名氣的富二代 有多次違反槍炮彈藥前科 那警方逮人前一晚 在宜蘭羅東地區 有兩名男子唱歌氣聲起口角 前面在公園談判 其中送信男子 找來黃姓嫌犯助陣 他卻開槍打傷人 雙方飛車追逐 他把中槍的男子叼包在路上 還有兩個人 也被他痛打一頓 口角發生衝突 然後就進而引發 他們聚眾鬥物的情勢 他導致有三人受傷送醫 原來證明黃姓祖嫌 爸爸在建設公司上班 媽媽則是藥廠經理 是一名讓當地遠景鄉 偷偷的富二代 去年八月 就參見因為上傳槍支照片 打架鬥毆被收押 家寶之後又為了幫小弟出頭 開槍砸車 接著又是吸毒被帶 又是談判開槍商人 現在再度遭逮捕收押 也讓不少被害人 總算鬆了一口氣 記者林醫生 廖玉智 宜蘭報導 來這吧